但是真的有些话很酸 这部分也是个很奇怪的讯息 潘怀中教授 他说病毒源于美国 说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最原始是在美国 这个相关说法 大陆的几个科学家也都持这个说法 台湾最早我在脸书上 也看到有人在转播这个贴文 那立刻看到这个唐湘龙唐先 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一篇的论述 那最后这个比较新党籍的潘怀中 潘老师也出来做他的专业背景 来强调说病毒源于美国的这个说法 他说这个他讲解新冠肺炎病毒的基因序列 与病毒的起源 推测病毒是从美国而来的 那立法院王定宇批评潘怀中言行 这可能会为台湾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扰 为什么呢 王定宇表示之前美国禁送石油给北韩的时候 中国东北大陆在东北有生意人 要卖石油给北韩 不直接卖 而是特别找了高雄的船公司 把油送到公海 然后被美军的无人机派到 行硕了台湾走私卖油给北韩的 这样一种负面的形象 所以定宇兄他认为了这个潘老师这个说法 王定宇直言 潘怀中这次的行为也是一样的情况 明明是中国和中南山大陆的国家卫生院院士 中南山在暧昧不明的情况下 想栽账给美国 却不敢直接得罪 而潘怀中做了这件事 做了这件要求的事 等于让美国得到一个印象 原来是台湾在说美国制造病毒 王定宇指出一个台湾民意代表 用莫须有的东西 指控美国是病毒源头 等于是拿国家的利益开玩笑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更谨慎 我也开一下潘老师 你一个玩笑 你尚在人间别鬼话连篇 因为我在群组里面问了 我们群组里面也有病毒学家 目前是台大的教授 他说这个推论跳跃荒谬 而且消息来源没有经过查证 他说不需要经过病毒专家的回应 你只要用最简单的新闻ABC就知道这个新闻来源 你没有查证 实际怎么看 这个原文其实好像是中国的一篇报道 然后后来结果就被一些媒体所引用 就说那个病毒其实来源不是中国 我觉得比较像是中国自己想要洗白自己的 这些大外宣的一部分 那因为这个论文出来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医生都说胡说八道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人可以很直接确认 确认说这一支病毒到底他是如何生成 他到底从哪边跑出来等等 其实全世界都还没有这样子的定论 还在讨论当中 还在观察当中 所以潘怀宗到底是这个的专家吗 就是他是一个营养学的 他是药理系的教授 药理学的 对 那我问的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东西的专业 是不是病毒专业 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病毒专业 那因为他长期以来在电视上面 都会有跟医疗相关这样子的形象 那所以他一讲出来可能会有影响非常多人 所以难免就会有很多跳出来说 你这样讲的话 其实因为他又是新党籍 那所以会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这些 的这个在里面 考虑在里面 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相信科学 科学家到最后有了结论 有了比较清楚的脉络 我觉得再来对这件事情下定论 你现在如果跳出来 因为如果你不是专家 你这样跳出来 难免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有中国就在洗白 你根本就是中国大外宣的一个帮凶 那至于说另外一个部分说民调 现在政府防疫民调都很高 的确好几家其实做出来 目前看起来数字都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高 八成以上 对那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警觉 大家都有一种紧张感 紧张某种程度是好的 但是我希望说大家也不用到过头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 就是你要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但是不要过头的紧张 但是我觉得这有点难以控制 为什么 是因为你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的时候 你其实会心慌 说哇靠意大利变这样 哇这个什么国际的赛事 都改用线上直播 不让观众进去 哇这个国际的什么展 通通都取消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哇这件事情看起来在全球 是越来越严重的 那个难免会造成大家的情况 会担心说那台湾会不会 当别人都这样的时候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台湾 我觉得心理的状态会比较影响生活比较大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在今天早上搭捷运 搭捷运的时候 因为他匆匆忙忙 因为行程很早 他就忘了戴口罩 结果捷运上就真的只有他一个人没戴口罩 然后他就说 我简直 不能叫我陪他 他跟你大概做不同班 时间不同 他就说我感觉自己像罗奔 因为大家都用这种投影一个奇异的眼光 那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现在的确处在一个 看不到疫情尽头的那种时代 你对未知是茫然的 所以难免会害怕恐惧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降低大家的那种 就不要焦虑成那样 我觉得那样对身体不好 你的免疫力可能会下降 然后也不要自己吓自己的太严重说 哎呦这个闲户设施 这个隔离的地方要公布 这样我们就可以扫避免去 其实你不会进到他房间东摸西摸 你不会跟他那么近距离 你不会跟确诊的人这么近距离的讲话 其实不用怕成这个样子 他不会透过这种 那么远的距离 然后就传染给你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维持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生活 然后谨慎提高警觉 但是不要过度的恐慌 那我觉得沈医师 每次都有教大家讲 因为沈医师都比较伤 他都比较松一点 对我觉得 对或许这是一个正确 比较好一点的方式去面对 OK 我回到这个盼怀中跟唐湘龙 因为这个现象其实是蛮悲哀 也蛮可怜的 这个不只是深蓝 深绿也发生同样的情形 深红也一样 所以你政治上光图色彩的极端 就会影响你对一个极端的消息 或者是假消息 采用不同的接受度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消息 对中国有利 说已经疫情控制了 你看 蓝的高兴 就是 余有中原 那我有一些深绿的朋友 他听到这个消息 脸色很臭 就是说 怎么会好起来 不可能的事情 顶顶 这个天降灾与中国 不能这么近地放一耍 我觉得何苦 所以我讲这个 极端的政治立场 反而会影响应该要的客观判断 反而是在人类有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他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展现无疑 是 所以患难见真情 患难也会见到很多邀情在里面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对两岸关系 有没有一些影响 目前在统独立场上 在武汉肺炎这个耗发的阶段 主张立即统一了3.9% 先维持现状 未来再统一了8.2% 在整个询问的选项里面 有统一两个选项的 3.9%加8.2% 加起来是12.1% 那看另外第三个选项 暂时维持现状 以后再继统 也没有明确的统独立场 先维持现状 以后再说 22.4% 永远维持现状 23.2% 先维持现状 未来我们再来独立 22.5% 立即独立 12.7% 不知道没意见 7.1% OK 那如果独立之外 12.1% 统一的选项 12.1% 扣掉没有意见 7.1%的话 大概80%的台湾民众 是比较倾向 维持现状 再说 甚至某种程度 偏向独立 沈医师 这是这个民调 另外 你的国族认同 你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74.2% 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的21.7% 这加起来已经95点多了 自认为是中国人 只有1.5% 会不会太少 因为疫情 我不知道 不知道没有意见1.9% 其他选项0.7% 这有点太少了 这有点太少了 OK 那看一下 对台美中关系的看法 这是2019年10月份调查 我们来看2020年2月27号 31号的调查 青美的39.8% 青中的3.1% 维持两边等据48.5% 那看起来青美的比上次调查 稍微多了将近5个%左右 青中从上市6.0%下修到3.1% 所以整体上看起来 维持两边等据 还是维持相对多数 但是稍微往青美 多一点点小修正 沈医师这三个调查 您的高见 这个是合理的预测之内 因为民心民性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 并不是很聪明 叫直白的 这个就是他现在的感觉 本来是反中反华反共 现在又有反武汉肺炎 当然就会变成一面的 这个对两岸的未来的关系 是不好的 为什么 疫情总会过去 肺炎总会消失 但是这个伤痕是留下来的 你起来说 王先生你也稍微有力 或者说比较客气 你说像说 比如说那个 思琪的儿子想娶我家女儿做太太 那我们是看不起他的 说不要了 但是民进党人现在说 小心哦 你老师要带我女儿做不好 就给他一个白脸 或者路上相遇 看不起他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我看到事情就很客气 说你们公司这件怎么办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 你看捷克首都的管学乐团 和唱团 跟老公的关系搞得很不好 是 但是他们也很厉害啊 他们这次就录了一首 那个茉莉花 老公感动得要命啊 你知道吗 要爱要做人的 对 爱要做人 对 那个你 那个 另外的 那个其他好像日本也类似的啦 就是抛了很多 就是成本不高 但是很多带有温情 带有 都不用钱 你的意思 充分表达你的好意跟善意 人家都会记住 所以 台湾人这点 要有做人的智慧 可是这一点我有点不一样的意见 就是说 其实台湾对中国 我们时不时的在给温钱 当中国有灾难的时候 你说川阵 我们有没有温情 温情超大 他们每次碰到事情的时候 东马很有温情 可是我们从来 得不到你回馈我们的真情 然后你反而飞机在那飞 然后三不五时还要 吓吓我们 然后也没有再捐钱给我们 事情这个分析是有一点绿 对了 可是我讲的都事实 我觉得公平的分析是怎么样 你只要北京 或是北京就是中国的人民 不放弃统一台湾 就好像你的儿子不放弃 要娶我女儿做媳妇 只要这个念头不断 台湾人不会原谅他 那都假的 然后就是你要把我并入你的版图 跟其他都不用说 我觉得我们的执政党 尤其是绿的这边的执政党 应该较聚 我知道你要改变 你不要我的这种可能性 是零 我知道你在笑笑 但是你就像他那样 好来好去 够先够斗 你还说够先够斗 你跟他够先够斗 你觉得他讲 跟郝兰斌是差不多 我跟你讲 我现在唱一首茉莉花给他 他还晓得我够先够斗 但是有唱比没有唱好 OK 你何必 你何必 真的有唱比较好吗 搞不好他说你唱太难了 你何必那么直白的写在脸上 说你休想 你老实在找我女儿做 你出事也没有 你自己撒把尿 照照你自己的尊容 是这样 OK 何必呢 沈医师提供我们 跟大陆一个互动之道 爱要做人的得力 我们也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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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